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十点不一样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 先带您来关注的国际焦点 那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周五才刚过完70岁的生日 没有想到乌克兰立刻送上他大礼 也就是连接克里尼亚 跟俄罗斯的克赤大桥被炸毁 乌克兰立刻宣布发行邮票纪念 还有官员po了整个大爆炸的影片 伴随着生日快乐歌 祝贺普京70岁大手 连接俄罗斯与克里米亚的克赤大桥 遭到攻击不止冒出大火 桥面甚至还露出大洞 这也让往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之间的人 一度动弹不得 克里米亚人担心民生物资进不来 当地商场开始出现囤货强买潮 尽管几个小时后 克里米亚首长宣布 大桥重新开放通车 但来往车辆都要经过严格检查 大桥爆炸的消息也大大振奋 乌克兰居民士气 当地邮局紧急发行纪念邮票 官员更大酸特酸 说这是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的70岁受礼 克吃大桥在2018年5月完工启用 普京当时还亲自开卡车 主持通车典礼 如今卫星照空拍爆炸后的克吃大桥 宛如一道丑陋八合 搁在他心上 因为普京征服乌克兰的大梦 恐怕越来越难实现 没有克吃大桥提供物资不计 俄军势必难以兼顾乌南和乌东两条战线 现在普京紧急命令新将领 统领对乌克兰攻势 想挽回败局 恐怕并不容易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从过去大半年 乌克兰及俄罗斯交手的过程当中 都可以看到克里米亚半岛的重要性 那么为什么俄乌抢破头都要这块地方呢 详细内容交给记者李作豪 好我们来看到俄乌Jent Channel 其实有一个地方非常的关键 那就是克里米亚 它是一个小小的半岛 但是它却是兵家必争之地 我们就先来看到 克里米亚在2014年 是遭到俄罗斯吞并 那么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俄乌战争的热点 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它极富战略价值 那先来看到回顾过去 克里米亚是怎么样成为 乌克兰的一部分呢 在前苏联领袖赫鲁雪夫的时候 1954年将这个克里米亚 划分给母国乌克兰 苏联瓦解后 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而在克里米亚 它其实当地是有200万的人口 有超过一半 将近60%的人 他们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 而且这个地方 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 是深入黑海 也就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基地 在北部狭窄土地 是和乌克兰连结 东岸的土地则是和俄罗斯的领土 几乎是相连接在一块 所以看得出来 它的战略位置有多重要了 等于说它是掌控黑海 有决定性的作用 另外呢 当然也因为这样子的地理位置 让他们成为是一个 历史上兵家必争的地方 我们就继续再来看 乌克兰军队日前收复了 乌冬重镇利曼 对东线俄军的士气 造成严重的打击 不过利曼这边遭受了战火波及 其实市区内多数的建筑跟基础设施 也都毁损 甚至经过清查 俄军撤退的时候 还在战死友军的遗体上 放置了地雷 让乌克兰当局在清理市区的时候 遭遇死亡风险 还差点被团灭 而尽管节节败退 俄罗斯军队仍然是彻夜 炮击东南部的城市 扎波罗了人 在这边造成了数十人的死亡 详细的数字都还在确认当中 但是在哈尔科夫的俄罗斯弹药库 也被炸毁 事实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节节败退 除了连运用的装备 很多都是二战时的武器之外 不管是吃的或者是住的 其实环境都很糟糕 有乌克兰人就表示说 其实俄军驻杂的营区 竟然还在猪圈里头 而且军粮跟军服 甚至跟排泄物都混在一起 就连号称普清司军的瓦格纳兵团 日子也没有比较好过 俄军火箭炮一发接一发 成功击中乌克兰两辆坦克 和五辆装甲车 还有不少西方军援的武器 但越来越多证据显示 俄罗斯军队在前线 恐怕没有他们自己说的那么勇猛 而乌克兰军队进驻收复的村落时 发现俄军之前一直住在猪圈里 军粮汉军服甚至全汉排泄物混在一起 号称普清司军的瓦格纳佣兵团 日子也不好过 又遭到乌克兰俘虏的佣兵 只问俄罗斯为什么没给防护装备 就要大家上前线送死 前佣兵指挥官也证实 他们被要求去俄军不敢去的地方作战 就为了每个月五千美元酬劳 下场就是五千名瓦格纳佣兵 如今战力只剩六成 尽管普清下令 曾是叙利亚战争工程的苏罗维基 接管前线指挥任务 这位前俄国空军司令 可能加大对乌克兰空袭力道 但只能用二战武器打仗的俄军 不只装备不如人 就连动员令征召的新兵都来不及训练 想挽回战场颓势 恐怕难上加难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眼前乌克兰反攻动作平平 俄军节节败退 再加上科赤大桥被炸 都在在触怒克林姆林公普清的底线 有没有可能引发核危机呢 再请作和我们分析 好 俄乌政权现在看到乌克兰方面 也不断地吹起了反攻的号角 不过这个会不会有可能来激化普清呢 俄罗斯的外交部就呛响说 乌克兰政权对于破坏民生基础设施的反应 是大大显露他们的这个恐怖主义 那就有专家分析说 二五战争的政治红线是什么呢 什么那种状况会真的来激怒到普清呢 像是克里米亚失守 这里可能会间接地引发普清的政权危机 所以看到他是不是就因此来打出 这个核武的冒险底牌呢 那这个普清抛出核危者 这样的目标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呢 其实就当然是希望迫使北约放弃军援 还有就是有没有可能是来促使乌克兰 坐上谈判桌 另外是也要提醒世界各国 再持续下去的话 这个核武的代价恐怕不小 连接俄罗斯跟克里米亚的克斥大桥 遭到乌克兰攻击 除了让刚满70岁的普清颜面无光 国际间对于他是不是会动用核武的讨论 就像刚才做横讲的 真的是也越来越热烈 有前北约总司令就认为 包括了基辅等乌克兰大城 都可能是普清核弹攻击的目标 而且跟古巴飞弹危机不同的是 俄罗斯这次的目标不是美国 恐怕会让美国跟北约只能被动应对 乌克兰南部的札波罗勒 核电厂遭受新一波炮击 国际员能总署表示 核电厂已经失去外部电力系统 尽管他们没有表明 这波攻击来自俄军 不过俄罗斯的核武威胁 似乎持续升温中 根据美国智库数据 俄罗斯现在总共拥有4500枚核弹头 而且前北约总司令认为 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大臣都可能成为俄军核弹攻击的目标 就怕普钦被战败逼急 动用末日核武 许多欧盟国家呼吁北约应该出面制止 不过也有分析师认为 一旦美军或北约介入打击俄军 更可能导致真正的核战风险 尽管普钦动用核武的传言甚嚣成上 但乌克兰人似乎没在怕 他们继续在俄军炮火中向前推进 毕竟普钦如果真的动用核武 恐怕不止乌克兰 而是全世界要一起承担 TPB的新闻综合报道 再把镜头转到北韩来看看 朝鲜劳动党将在10月10号 也就是明天庆祝党庆 北韩官媒劳动新闻还在社论表示 金正恩已经带领北韩进入光辉时代 然而就在党庆的前一天 北韩还向日本海发射了两枚飞弹 日本防卫省初步研判 这次试射的可能是潜射飞弹 它的飞行距离有350公里 高度有100公里 那么飞行的速度则有5马克 两枚飞弹都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 而这是北韩从9月25号以来 第7次发射飞弹 也让雷根号打击群罕见的掉头 跟日本还有南韩的军舰举行联合军演 对北韩试射一枚飞弹 飞越日本的飞弹作出回应 而外界普遍认为 北韩的飞弹技术又有新的突破 北韩又发射飞弹了 这是9月底来第7次 尽管日本防卫省表示 北韩的两枚飞弹 落在专属经济海域之外 防卫大臣井野俊朗 却在半夜召开紧急记者会 日本防卫省认为 北韩这次发射的可能是潜射飞弹 这就是透过潜水艇从海面发射 北韩上次飞射潜射飞是在今年5月7号 而且从2016年收督飞射成功以来 北韩至少已经成功 飞射过三次 北韩主要纪念日 北韩主要纪念日 暴动党参冠77周年 日日日日日月10月10日 就是北韩劳动党成立77周年党庆 韩列社认为这两枚飞弹 可能具有宣扬金正恩政纪的意义 北韩官媒也在早上发出社论 表示北韩已经在金正恩领导下 进入闪耀的光灰时代 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也发出最新警告 报告서는 북한이 과거 폐쇄했던 풍계리 핵실험장을 재개방해 기폭장치를 시험하고 새 갱도를 파 추가 핵실험 준비를 진행하고 있다고 평가했습니다 전문가 패널은 지난 3월 북한이 풍계리 핵실험장 3번 갱도 복구에 나선 사실을 관찰했고 北韩不止试射飞弹 还积极准备进行第7次核试验 为了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南韩政府传出可能会在最近宣布 让南韩民众可以收看北韩电视 希望能让南韩人更了解 北韩究竟在做什么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看到北韩近期试射飞弹 动作频频 而外媒解析北韩的盘算 跟他的军武实力 时间再交给作合 好 近期东北亚情势升温 尤其是这个北韩不断的来试射飞弹 我们来看到其实这个次数 似乎在今年是特别的多 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 当时是没有 而这时候的美国总统是川普 南韩总统是文在寅 在2019年的时候 也有14次 2020年是5次 到了2021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美国总统 已经换成是拜登了 是有8次 而在今年其实都已经 还没有过完 但是已经是来到了29次 这时候的南韩总统 则是换人是隐席院 那这个数据 其实是根据日本的维基百科 他主要的算法是说 到底能不能够真的影响到南韩的首尔 也就是说这个射程只要在500公里内的火箭炮都会被算在内 那到底北韩的核武实力是如何呢 其实每年他们生产是有6枚的核弹 已经是进行过6次的核事了 最近的一次是在2017年的9月份 不过还没有证明说 他可以靠着核武来真的打击到美国 因为主要是还要研发 可以承受高温高压的弹头 另外他们有一款 这个火星15的飞弹 说这个发射30分钟 可以击中美国全境 断针的飞弹能力 是可以打击到南韩以及日本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美军在今年的秋天 跟区域盟友的军演 真的可以说是一场接着一场 现在除了美国海军在日本海跟日本 以及南韩持续应对 北韩飞弹的威胁之外 他们也从上个星期开始 跟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合作 对可能出现的化学武器 或者是核武威胁进行演练 这场演习还邀请了日本跟南韩 也派出观察员参与 可以看出美军想要联合印太盟国 这边封锁共军跟北韩人民军的决心 远方有敌舰来袭 敌人正搭水路两栖舰登岸 士兵机关枪上膛 准备作战 这是美国与菲律宾 正在菲律宾三秒里市省进行的 海上勇士合作六号军演 两军共有超过三千名士兵 加入训练 应对中国大陆在南海与台海的威胁 演习前 美国与菲律宾防长双双重申 会加深两国的军事合作 作为美国在印太重要盟友的日本与南韩 这次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军演 这个秋天 美军在亚太地区可说军演不断 今年九月 美国海军陆战队就与日本自卫队 进行年度FUJI VIPER演习 美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 以及南韩海军也持续在日本海进行 反导演习 美军一连串行动 既要牵制大陆解放军 还要提防朝鲜人民军的挑衅 但从连日来的飞弹攻势 也可以看得出来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对美军的军事威吓 似乎毫不在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大陆这方面 因为攸关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破例序任 而备受国际瞩目的中共二十大 即将在16号登场 这几天 北京已经进入了 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 在大陆央视作为二十大县里 推出的纪录片当中 也有首次曝光解放军试射 中断反弹道飞弹系统的画面 这是大陆方面第一次曝光 所谓中断反导试射 也就是在敌方的弹道飞弹 飞行在大气层外 就予以追踪拦截的测试画面 由于要在1800公里高度 拦截弹道飞弹难度很高 目前据说只有美俄 跟中国掌握相关技术 也因此大陆过去一向高度保密 这到中共二十大前 才在官方的纪录片中 稍稍亮相 比纪录片更引人瞩目的 二十大戏码 是国际间高度预期 习近平将会打破惯例 展开自己的第三个任期 并且因此牵动整个中共权力核心的布局 会场附近降渡的电子路牌 显示起仍二十大的标语 根据新华社报道 10月9号 中共第十九届七中全会 在北京召开 这场会议也将完成 二十大前最后的准备工作 DV熊恩 张志明 庄志伟 综合报道 明天就是国庆日了 国庆在即 海外侨胞也有相关的庆祝活动 只是不同政治倾向的侨团 庆祝国庆的方式也有不同 像传统侨社一般会大唱爱国歌曲 只是台美侨社除了现场布条是台湾国庆之外 也不会唱国歌 而是用美国国歌取代 TVBS特派记者 你家辉和黄松浦 有来自华府的第一首观察 在海外不同侨团举办的国庆活动 因为政治倾向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驻美代表萧美琴 受邀出席巴尔地摩台湾同乡会的国庆庆祝活动 现场布条写着 台湾国庆国歌直演唱美国国歌 侨胞以台美人为主 萧美琴和民进党驻美代表洪光李 在致辞时都强调团结的重要 前美国国务院 中国政策顾问 现任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则提到 台湾地方小 但给世界带来很大的启发 中国国家有的力量 您有的力量 您有的力量 为何中国国家 有的力量 因为中国国家 在中国国家 是对台湾国民进党的影响 对台湾国民进党的影响 还有日本议员古武归司率领的 日华议员肯谈会 都将出席明天的国庆大典 又有美国议员来台湾了 就是这位短法女子江生 是美国联邦众议院 科学太空技科技委员会主席 虽非首度来台 但却是第一次参加国庆大典 同天来访的外宾 还有他们来自加拿大 台加国会议员友好协会 有会长史葛洛带着四名议员访台 同样隔天要出席国庆典礼 这美国加拿大都有人来了 日本当然少不了 八月底才来台的日华议员 肯谈会长古武归司 不到一个半月时间再度来台 这趟还带了二十名跨党派议员 友邦则来了拨留总统 没有非友邦元首 去年因疫情影响 外交部为邀请外国庆贺团访台 受邀出席的仅在台时节 今年重新开放 不少盟友迫不及待 TVB的新闻 张家宝宽柔台报道 中共扩张不只威胁台湾 同样的东亚诸国也相当的担心 如果台海真的发生战事 在军事安全上可能受到波及 而跟台湾同样仰赖海域贸易的日本 更开始积极的强化军事能力 要将国产反舰飞弹的射程 提升到一千公里以上 而这也颠覆了二战以后 日本采取被动手势的政治框架 日本国产十二式反舰飞弹 由三菱重工研制 采用暗制机动载台 可以掠海飞行 使用日本先进的电子技术 射击精度与抗干扰能力 都是全球顶尖 可说是日本的正国之宝 唯一的缺点就是射程较短 现在它将推出全新版本 原本的十二式反舰飞弹 射程两百公里 日本正在计划筹获射程更远的弹种 借以让火力打击范围 覆盖第一岛链东亚地区 射程提升 有点类似我们的雄风二型飞弹 提升成雄二一型 变成一种长城巡异飞 中长城巡异飞弹 那它的射程至少可以达到一千公里 那一千公里的概念是什么呢 比如说如果这款飞弹部署在本州岛日本海沿岸的话 它可以涵盖北韩全境 那如果部署在冲城岛上的话 一千公里的射程可以打击到当面的中国大陆沿海 那如果部署在宫古岛的话 不但可以打击到大陆沿海 也可以封锁巴士海峡 日本2022防卫白皮书 就亮相了增程型十二式反舰飞弹 除了陆基版本 还将开发舰载和空射型 飞弹在飞行过程中 还能透过卫星接收目标资讯 动态调整行进方向 再搭配地形地貌辨别系统 成为杀伤力更强的长城巡弋飞弹 解放军进入西太平洋岛链的 这种兵力投射能力 早就已经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 所以他日本为什么现在的首相 希望在年底之前 能够把他的所有的防卫计划 做一个修改 日本当然需要获得一个更远程的导弹 一旦大陆对日本发起攻击 能够做出一个有效的回应 这样的战略想定 与美国印太布局遥相呼应 2022环太军演 日本自卫队与美军 就使用陆基反舰飞弹 执行A射B岛 共同击杀目标 以暗制机动火力 限制中共海军活动 现在美军的印太战略 就是要在第一岛链国家 大量部署反舰飞弹 借以遏止中共的扩张 因此像是日本 南韩以及台湾 不论是美制或是国产的飞弹 通通都要纳入统一的资料链 借以建立共同的战场图像 而事实上 这些东亚国家之所以愿意合作 除了军事安全上面的考量 对于经济利益的捍卫 也是重要的原因 日本与台湾类似 天然资源短缺 国家经济发展 需要依靠海上生命线来维系 其中台湾海峡 就是东亚最快速的国际航道 一旦遭到中共封锁 东北亚国家通通遭殃 更别提还有经济海域的压缩 因此台湾有事 日本还真的有事 从南中国海到东海 那么这条线是日本的生命线 那么日本的运游各方面的 要经过这条线 所以也就是从印度洋到太平洋 这条线 那么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 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日本很担心就是说 当整个中国大陆崛起以后 那么如果在台海发生冲突 那么对于未来日本的 所谓的海运线 会带来一个高度的不确定性 然而日本在二战结束后 军事发展受到严格限制 其中日本宪法第九条 又称作和平宪法 平定日本放弃交战权 并且不会维持攻击性武力 而是组建以防卫为目的的自卫队 以此武器射程也较短 然而面对中共威胁 日本在美国的受益下 也逐渐打破纯粹防御的建军荒架 随着整个印太局势的转变 美国也需要日本的协助 来因应中国的威胁 那中国大陆的一个崛起 我想对日本整个的国家安全 都会受到非常重要的影响 所以对他的一个战略部署 还有他未来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决策 都会慢慢由消极转为积极 随着中共的崛起 东亚地区在寒战之后建构的国际秩序 已受到强烈撼动 单纯被动防御 已不足以面对新形态威胁 亚太诸国的军事扩张 恐怕无法避免 TVBS新闻立委华顾上军 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